不用不用 你相不相信我讓你吃餅乾 你就會氣跳生煙喔 怎麼可能 嗯 真的可以 常見的餅乾 怎麼讓人平平土煙 幾滴葉太蛋 竟讓夾鏈大塊爆開 衛生紙泡進葉太蛋 拿出來會怎樣 一摸就破的泡泡 能否華麗轉身變冰球 請鎖定這集踹科學 大家一起來研究 迷迷在沸騰 脆弱中攻守的葉太蛋 這一集 菜科學 人不分男女佬又高了胖瘦 of 地部分南北東西 街頭笑人也是出來的 成名一子菜科學 unde 請你吃餅乾 你 等一下 你這個東西有鬼 什麼 它在爆煙 你想給我吃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裡面有偷棒子 你拜託 我會賭你嗎 你是被騙大的 對…我覺得你要我吃這個 不然我們先讓街頭的民眾們吃吃看 然後他們如果都沒事 我再吃 街頭快科學 去一次比賽 很悲…很悲… 冒陰耶 脆脆的 怎麼冒陰怎麼這樣子 很容易吃冰食物 很冰 小 好冰喔 請咬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乖乖會冒煙嗎 我不知道 這有燈乾冰嗎 那是乾冰吧 因為… 冰果 是乾冰嗎 乾冰的那種煙 蛋器 就是跟夜市裡面在賣那個… 那個什麼 冒煙的那個冰淇淋的原理一樣 這要你相信了吧 我相信… 而且看他們吃到 在嘴巴鼻子都冒煙 我覺得很好吃 是幾乔生煙嗎 對… 厲害吧 我這一招 可是你這個餅乾怎麼做的 其實是這樣的 我把鍋子裡面加了液態蛋 然後我就把這個餅乾 倒到裡面去 倒這樣子嚼啊嚼啊 讓每一顆餅乾都充滿了液態蛋 然後我就把它拿出來 等它甩乾 讓它氣化了之後 你就可以吃了啦 好… 這個液態蛋餅乾太有趣了吧 真的 那我問你喔 你覺得我們剛剛這樣 吐出來的氣啊 你覺得是什麼氣啊 蛋氣啊 這是液態蛋 當然是蛋氣啊 不然耶 不是吧 我倒覺得是水氣耶 不然這樣子我們直接 問科學妹好了 科學妹 我們需要你 大家好 我是藍色戰士 嗨… 科學妹 嗨 超神奇的 真的 誰說得對 誰說得對 這是因為液態蛋升溫 在氣化的過程中啊 是 它會吸收嘴巴 或是周圍空氣中的水蒸氣 而這個水蒸氣啊 遇到冷 會凝結成小水滴 我們剛剛嘴巴吐出來的這個呢 其實就是水蒸氣凝結 產生的煙霧喔 不對啊 它不是液態蛋嗎 那蛋氣去哪兒了 唉唷 柏遠 蛋氣就是無色無味的 所以是散在空氣當中了啊 喔 被騙了啦 那你們知道液態蛋的特性嗎 我知道 液態蛋就是 它就溫度非常低 我知道 它還有一個 在零下196度 哇 怎麼那麼厲害 這是一概念喔 當然 對啊 也因為這個溫度非常的低 剛剛我們在做這個餅乾的時候 其實要特別的小心喔 因為我們泡下去的時候啊 你看 以像這種餅乾來講 裡面有很多孔洞 對 所以你泡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殘留在裡面 沒錯 所以剛拿出來的時候啊 這才要把它 甩一甩 對耶 然後等個二三十秒啊 讓它剩餘的 氣化之後 再來吃 電視機前的同學們 要吃液態蛋零食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喔 只不過 大家都沒有好奇過 液態蛋它是怎麼會製造出來的 這時候啊 我們只要把氮氣 放在極低溫的環境下 然後加壓 就可以製造成液態蛋了 喔 而且啊 液態蛋還有很多 好玩的實驗跟遊戲 等一下我透過實驗 來分享給大家 好耶 我們來看看 液態蛋的特性 好 怪怪液態蛋 沸騰卻會動傷手 請問兩位水狐為什麼會嗶嗶叫 因為它 沸騰 喔 厲害喔 好痛不起 真的耶 可是接下來第二題 為什麼 明明是沸騰 周圍的水狐卻結霜了 液態蛋它的沸騰 是零下196度 我們現在這個室溫 大約是25度左右 所以對這個液態蛋來講 它已經200多度了 它當然就會沸騰 然後現在它就會 嗶嗶叫 很有概念喔 那不然把它打開 倒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 你們看 是不是一直不停的 冒泡泡啊 真的耶 那理由就是我剛才講的這樣嗎 是啊 這其實就像水啊 我們一般水的沸騰是 100度 對吧 所以煮滾了以後 是不是就會呈現像這個樣子 對 但是液態蛋呢 沸騰是負的 196度 所以這個室溫20度來說 對它來講溫度已經很高了 它就開始不斷地產生 冒泡泡沸騰的現象 但是這個液態蛋它沸騰氣化之後 所有的氮氣就這樣 無色無味地飄在這空氣當中了嗎 沒有錯喔 那接下來我要準備個小實驗 讓大家看看液態蛋是如何 和還原成氮氣 好 液態蛋與氮氣體積大不同 好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液態蛋 倒少許一些些 好的 倒封口袋裡面 好 這樣就夠了嗎 是的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把夾電袋封起來 封起來 然後你看 稍微把它 它整個瘋起來了 真的有用在開始變瘋了 而且裡面的液體 我覺得這個很危險 我們在咖啡店後面好了 對 它變好瘋 難怪你要我們帶護目鏡 真的耶 可是來 你看 裡面的液體 不見了 它氣化了 對 剛剛不是有跟大家介紹嗎 我們要來看看 液態蛋還原變成氮氣的過程 所以液體不見了 這個袋子又瘋起來了 所以氮氣怎麼樣 就在這裡面 沒錯 可是你才倒這麼一點點的液態蛋 對啊 你說大一點點 怎麼會膨一個這麼大 因為 液態蛋跟氮氣的體積比例 是1比696 氮氣變成696倍 是 所以它的體積幾乎膨脹了700倍 好 一點點就整個瘋起來 要做這個實驗 是不是我們一般人不能自己做 對啊 用這個其實要很小心 因為第一個低溫 第二個我們剛剛看到它爆開 有沒有發覺 這塑膠袋已經 破洞了 對 那邊破洞了 它是被氣弄到蹦開嗎 因為這個液態蛋溫度很低 我剛剛不是這樣一直轉來轉去嗎 對 它瞬間都把這邊結凍了 而且溫度太低 塑膠脆化 它剛好從這邊裂開來 所以這個實驗 除非有真的像是科學妹這樣的專家來做 我們自己一般人是不可以這樣操作的 真的 因為皮膚還是很危險的必須要注意 沒錯 可是從這個實驗裡面就會發現 存放液態蛋的容器要特別注意 對 因為它有可能不小心就會爆炸 對啊 所以這個容器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構造 沒錯 我們一般在存放液態蛋通常會用 叫做 它是用極厚的鋼板做成的 而且它可以 絕熱保溫 而且在這個瓶子上面 其實有一個 泄壓的裝置 如果裡面 它發生氣化的過程 蓄壓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會從這個泄壓法 反壓力卸掉 原來氣體的體積 在受到高壓的環境之下 會變得這麼小 比原本的體積還要小 將近700倍 那柏遠 你平常工作壓力都這麼大 這麼辛苦 我怎麼看你好像都沒有變瘦 各位觀眾朋友 這台真正的微微姐姐姐 平常是不是都以為它溫柔可忍 我還在做好 好大眼睛 我還在做好玩笑的 有實力的同學們 經得起科學考驗 同學們現在呢 我們要開放大家來報名囉 是的 所以你也想挑戰你的科學實力 歡迎到踹科學的臉書粉絲團 來報名就可以來玩囉 沒錯 今天要來挑戰的人是誰呢 歡迎吳孟軒 歡迎孟軒 歡迎孟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孟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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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台北市立長安國中90級 我是電腦深吸軟硬知識熱愛者 嗨 孟軒你好 這是你第二次來踹科學玩的對不對 對 你第一次是來跟我挑戰 那這一次你是找了 什麼樣的一個對手 找了我的同班同學 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為什麼特別想要找他來 對 因為我想找一個跟我實力相仿的 這樣才對我去 那這一位同學他的名字叫做 他是劉四章 好 四章 歡迎 歡迎四章 大家好 我是劉四章 我是劉四章 就讀台北市立長安國中9年級 我擅長是喜歡健身跟喜歡挑戰 各種鍛鍊身體的方式 四章你好 嗨 四章 這是你第一次上節目嗎 那你現在會不會有點緊張 有一點 我們的遊戲規則是這樣子的 在開始之前呢 你要先搶答 搶到了 然後答題答對才得一分 搶到了 答題不對就沒問題 沒搶到答對了也沒有分 是的 那不然現在我們先來暖身一下下 好了好不好 請這樣拿 史上 最反應最慢的兩個人 也太和平了吧 對 對 孟宣就這樣子得到答題機會了 怎麼樣的一個和平世界 再一次 請這樣拿 要不要再一次 OK 世佳你太客氣了啦 今天的考題呢 都跟液胎蛋有一點關係 你們兩位對液胎蛋有熟悉嗎 一點點 一點點 都說一點點 那當我們評審的這一位科學編是誰呢 他是 我們這一次要來歡迎的是 銀色戰士 大家好 我是銀色戰士 今天我們的三題題目呢 都與 好喔 今天都是和液胎蛋的 極低溫特性有關 那我們就馬上來進行第一題囉 好 好 請看 一顆吹飽的氣球 放進了液胎蛋中 會產生什麼變化呢 A 氣球會漲大 B 氣球會縮小 C 氣球會瞬間爆炸 這個氣球 好 這個蘋果氣球 它放進液胎蛋裡面會 請就拿 喂 孟宣很厲害 而且戲裝還在 對啊 對 我跟你講 這就是要先搶先贏了 OK 好 答案中宣你的答案是 我覺得我的答案是C C 會瞬間爆炸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氣球裡面 裝的是空氣 室溫的空氣 然後液胎蛋 據我所知 液胎蛋很冷 就是它是很冰的東西 所以它丟進去可能會 因為溫差太大 所以就爆炸 它被溫差給弄爆了 聽起來也很有道理 我也覺得 那四張呢 如果是你 你會選擇哪一個 C 為什麼 因為液胎蛋是那個 屬於比較冰的 就是東西掉下去 可能會瞬間解凍 各位同學們 所以你們有機會 操作到這個實驗 務必注意 不要讓自己手凍傷 那這是保暖的手套 沒錯 我們現在把這個氣球 放進去 對 氣球它是縮小了 整個漏氣 所以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B 氣球會縮小 可是你看現在 它慢慢的好像又 回復成原本的狀態了 對 對 好奇妙喔 但科學面 它為什麼會縮小 我們生活中所有的物質 它基本上都會遵守著 熱量的冷縮這個定律 那我們這個氣球裡面呢 因為有空氣 當它碰到這個冷的液胎蛋之後 它就會凝結 然後收縮 是這樣子 那它為什麼又膨回來 因為當我們今天拿起來之後呢 它的溫度又回到了室溫 所以呢 它原本從零下-196度 回到了我們室溫26度 所以它就又膨回來了 好 好 太熱太熱了 我要膨起來了 真的 不對啊 可是它縮小了之後 那那些氣體跑去哪裡了 那我準備了另外一個氣球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好 好 那我們一樣把它放下去是不是 其實這樣放下去 還是覺得很恐怖 還是覺得它好像會爆對不對 然後越來越小了 真的耶 皺掉了 越來越小了 好 那我們把這個氣球拿出來之後 就會發現氣球已經縮小了 我以為你仔細看裡面 是不是好像有液體在滾動 對 有一點液體在裡面耶 對 這裡面會有一些液體中的東西 這些呢 就是液態的二氧化碳 液態的水分器 還有液態的氧氣 當這些氣體呢 在低溫高壓的狀態下呢 它本身會迎接成水 喔 就跟氮氣被液化成液態氮 是一樣道理 是的 因為氮氣它的液化溫度 是零下196度 然後呢 氧氣的液化溫度 是零下118度 二氧化碳是零下78度 所以呢 當這些氣體遇到了我們的液態氮之後 就會全部凝結成水 就會看到我們下面這裡有 非常多的水 在這邊流來流去喔 可是它現在膨脹回去之後 怎麼覺得好像它裡面的液體 也不見了對不對 因為這些液體呢 它現在要回到氏溫 那回到氏溫之後呢 它又會重新變回了氣體了 對 目前的比數是平手喔 那接下來下一題就來加油 進行第二題 好的 我們要來進行第二題之前 先來問一下兩位喔 如果是一杯果汁 放到液態蛋裡面 你們覺得會發生什麼情形 結凍 結凍 對 那你為什麼要問他這個 這就是跟我們等一下的題目有關 來 當一顆肥皂泡泡 碰到液態蛋會產生什麼變化 這裡沒有選項嗎 沒有選項 所以等一下你們兩個人 所說出來的答案 柯學妹會給你們一個評判 然後會覺得誰的比較接近 那誰的就答對了這樣 那我們這題呢 有一個小小的提示 泡泡一顆 它外層呢是一層水膜 裡面是有空氣 好 那你就基於這個條件 然後來思考 有想法了嗎 我覺得很難耶 請假答 請假答 因為它外面是水氣 然後我們用嘴巴吹的時候 會有熱氣進去 然後它可能溫差的狀態下去 可能會瞬間爆掉 那孟軒你覺得 我也覺得會爆掉 可是躲著你油不太一樣 那你說 就是它外面那一層表皮是水 然後水遇到低溫 大家都知道會解凍 然後但裡面那一層的空氣就是 我覺得像剛剛那個氣球一樣 會異化 對 然後我覺得它 在它異化的時候 它裡面的那個 可能因為壓力 所以它會急去萎縮 然後但是因為外面又是硬的材質 就是冰嘛 然後所以它可能會 就是它會爆掉 然後那個膜會黏成 一小塊一小條 所以柯學妹 是不是要實際的看你做出這個答案來 然後就知道答案了呢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實驗看看吧 好 那我們就請兩位一起來看 好 那這裡有一瓶準備好了 泡泡水 泡泡它當神仙了 你們現在看到什麼 有破料的 有些是那個就是摩羯冰 可是它縮小一點 然後黏在上面 怎麼就跟你們兩個講的都一樣 真的咧 那泡泡呢 我們剛剛有講到 泡泡外面是一層水磨 裡面是空氣 那今天呢 當泡泡呢 跑進去一個冷的環境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兩種狀況發生 第一個呢 是外面的水磨 瞬間結冰 第二個呢 是裡面的空氣 因為碰到了冷的空氣而收縮 那我們的泡泡呢 就會整個 變成皺巴巴的 或者是呢 如果裡面的空氣收縮再更快的話呢 它就會整個破掉 然後就只剩下一點點東西在旁邊囉 他們兩個人答案都算是正確的嘛 是的 但是 是不是要看那個搶答的那一位 那搶答的是誰 搶答的是世章 所以世章在這一局獲得1分 1分 好的 來到上京丟氣全第三題了 真的 到底孟軒她可不可以 反敗為平手 就要看這一題了 是的 在一開始的第一題我們認識了 氣體的氣態 沒錯 再來認識了液態 那第三題有沒有可能會變成 固態呢 我們一起來看題目吧 將一張乾衛生紙 浸泡液態氮10秒之後再取出 會有什麼結果 A 衛生紙熱脹冷縮而變小 B 衛生紙結冰變硬 C 衛生紙沒有變化 請假答 沒有人敢搶 他們兩位就這樣 沒有把握是不是 C吧 C 是嗎 沒有變化 衛生紙會沒有變化 為什麼 我覺得它變成氣體 我就離開衛生紙 所以它可能泡下去 然後拿起來 然後啟花然後 然後就 然後衛生紙就沒事 沒事 是這樣你覺得呢 C吧 C 為什麼 可能它拿出來 可能變成是水的狀態 好 那這邊呢 有我們的衛生紙 就是乾的衛生紙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液態蛋裡面 試試看囉 好 等個十秒 3 2 1 答案是 查出來 OK 你看她這個 她如釋重負的表情 答案就錯了 整個看到都當水 有滴下來的樣子 對 對 好 然後呢 我現在甩一甩 兩位可以一起來摸摸看 來 我們給他們 我們要確認一下 完全沒有任何的液狀 有變化嗎 有變濕嗎 沒有 是這樣 所以答案出來了 這一題的答案就是 C 衛生紙沒有變化 我們剛剛呢 把衛生紙從液態蛋裡面 拿起來的時候 不是有看到水從上面流下來嗎 對 這個是因為衛生紙上面呢 它有非常多的毛細纖維 當我們把衛生紙放進去的時候 液態蛋它整身液體就會附著在 在這件纖維上面 拿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液態蛋 不斷地往下流下去 剛剛不是另外又甩一甩了之後 那這些液態蛋呢 又變成空氣了 所以呢 我們衛生紙就乾囉 所以它裡面如果含有水分 才有可能會被解凍嗎 好 那這個呢 我們也一起來做實驗看看吧 我們把它先沾濕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先把它放進我們的液態蛋裡面 好 那這次呢 你會發現 我們把它放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煙瞬間冒起來量比較多 好 那就是因為裡面的水呢 它溫度是在失穩 然後呢 它瞬間解凍 然後呢 使得裡面的液態蛋 瞬間沸騰 變成蒸氣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拿出來囉 好的 哎呀 哎呀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衛生紙 就解凍囉 那因為裡面的水分呢 進入了零下的溫度 所以它就結成冰塊 然後就解凍了 所以它現在應該脆脆的對不對 它會脆化吧 對 它是誰啊 它是衛生紙嗎 原來一個液態蛋可以變出 這麼多這麼多把戲 真的是不容易耶 真的耶 真的是辛苦科學妹了 謝謝科學妹 那今天的這個結局呢 我想大家應該也都有點意外 真的 好像是1比1 平手喔 所以呢 兩位都是我們的 液態蛋科學王 歡迎兩位 歡迎 那我們也請科學妹來幫我們頒獎啦 這個 太有心了吧 太酷了 但是你們不可以用手去拿它對不對 對 太可怕了 我們放在中間 最有心的獎盃了 我覺得獎盃很平 大家摸出來的菸底子 讓我覺得手很黏快 對 好玩嗎 很好玩 那四張你呢 感覺怎麼樣 滿意外的 滿意外的 其實我們兩個也滿意外的 真的 對 我覺得這個單元真的是非常地好玩 也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報名 然後找你覺得你可以來挑戰的人 我們就一起來到這個科學殿堂來玩玩看 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下一個單元囉 在這個單元呢 總是要跟生活有一些連結嘛 沒錯 那葉太蛋在生活當中有什麼樣的運用 我就來考考你了好不好 但是你先不用說我先說 首先我要講的是 葉太蛋在生活當中的運用 有保存疫苗的這個作用 在目前呢 尤其是新冠肺炎啊 現在疫苗剛剛要研發出來 要怎麼配送到全球呢 這就要靠葉太蛋它極低溫來幫忙 讓疫苗可以躲在裡面 然後可以把它好好的保存 才能運送到全世界喔 說到了疫苗 這就讓我想到了 之前啊 我在手上喔 這個地方 我有長過一個凸凸的 就是有一點點像雞耶 大家其實啊 正確學名來說 它是病毒油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是去皮膚科給醫生看 然後就是用葉太蛋來做冷凍治療 把它凍傷 凍傷了之後呢 它就會掉下來 然後掉下來之後啊 這邊的皮膚呢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長出來 就會好囉 不過做這個治療呢 一定不可以說自己 隨便拿葉太蛋來用喔 一定要找醫生來幫忙喔 葉太蛋 我們這樣子看了一整集下來之後 有幾件事情 大家真的要非常注意 就是你會發現 葉太蛋它真的非常的低溫 所以有沒有看到 科學名在做葉太蛋實驗的時候 一定都是戴著手套 因為啊 它很容易就會 動傷我們的皮膚 除此之外 葉太蛋它從葉太變成氣態的時候 它一倍氣化體 其實膨脹將近七百倍喔 所以一定要在一個空氣流通的地方 千萬不可以在秘密室的空間 來做這個實驗 不然很有可能 我們所有空氣都被氮氣給取代了 然後我們就缺氧 然後休克 很危險 非常危險 像之前我就有看過 前陣子啊 有風靡一時的那個冰桶挑戰 有沒有 很多人就是會把冰水這樣淋到身上 我就看到有人竟然是用那個液胎蛋 然後這樣枕筒往身體上面倒 你知道嗎 這非常危險的 很有可能會凍傷喔 會凍傷是小事 如果它那個時候不是在室外做 是在室內做的話 它就 然後所有全部都變成氮氣 它就真的會休克 真的 對… 危險… 很危險 所以這部分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 葉太蛋這麼好玩 雖然很刺激 但你們就看著我們玩完就好了 沒錯 那下個禮拜我們要玩什麼呢 插科學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